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今天就来说说 我们中国是试射了一支 洲际的弹道导弹 而这次的试射 我们是说明不针对任何人 任何国家 不过如果某些国家 他们作冊心虚 自己要害怕的话 那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 我们中国试射这支导弹的意义 不但不是针对任何国家 反而因为试射这支洲际导弹 可以令世界更加和平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赞好留言订阅我们香港青年频道 以及我们10月9日将会搞的洗牙团 还有少量的名额 详情我们会在片尾里再说 如果对洗牙团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留意我们的片尾 今天我们就来说 我们中国近日试射了一支 洲际弹道导弹 关于试射这支导弹的很多硬性资料 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会从新闻里面就知道不少 所以关于这支导弹的射程 武器的性能方面 我就不再多说了 而且刚刚这个新闻一出的时候 很多人都猜 究竟我们中国试射的 这支洲际弹道导弹 是什么型号呢 有很多军事专家就说到 这支是东风41 也有些专家就说到 这支不是东风41 是东风31AG 究竟是哪一个型号呢 其实我们官方的一个微博频道 已经是将那些图片发布了出来 根据图片所证实到 今次试射的这支导弹的型号 就是东风31AG 有很多朋友猜错了 是情有可原 兼且是情理之中的 因为官方的微博频道 发布的这个消息 就在9月26号的早上 发布了大家才知道 是用哪支导弹的 但是发射导弹的时候 就是9月25号的8点44分 好了 我们既然是不说过 武器的一些参数的话 我们就直接来说一下 这次发射这支导弹的意义 这次的试射 是事隔44年 我们中国是再次向太平洋 去到试射洲制弹道导弹的 不过只是说试射方面 这次的意义都是非常特别的 平时大家看到新闻 有某些国家试射导弹的时候 都不是一个向全世界公开的消息 甚至不会向相关的国家 去到通报 这次我们中国试射导弹 因为要打击的目标 我们就设定在南太平洋 也就是夏威尔的南面 过了尺度 所以我们也有在美国 澳洲 纽西兰等等的国家 是通报的 而且这次的试射 是一个全射程的试射 什么是全射程的试射呢 也就是说到 我们这支导弹 它的有效射程 可以达到12,000公里 那么我们这个试射 就几乎是试射了全程给大家看的了 那以往我们在国内试射 譬如一支可以射到1,000公里的导弹 那我们全中国 由最东去到最西 或者最南去到最北 那都没有1,000公里 所以这次的试射 是属于全射程试射 那好了 我们说明 是不针对任何人 任何国家的嘛 这次试射 不过总有些国家 会对号入座 怕定先的 例如是什么呢 美国这样 因为这次的全射程 如果在我们中国发射的话 其实可以覆盖到美国全境的 那至于在我们中国 哪个地方去到发射 才可以覆盖到美国全境 那我就不多说了 那如果是东风31 AG都可以做到的话 那东风41 就更加是可以做得到 另外今次的全射程试射 也都是盖了美国人一巴掌 因为美国人是曾经 严重低估过 我们东风系列的导弹射程 尤其是东风31这个系列 因为多年前在我们中国 就曾经发生过一宗案件 叫做东风导弹涉物案 那我大致上是简单地 用两句来说一下那宗案件 那宗案件是怎样引发的呢 就由于台省方面就说到 我们东风31型的导弹 有效射程只有几千公里 不知道为什么 关于东风31导弹的一些资料 就被台省方面知道了 台省知道也即时美国都会知道了 那好了 追查这宗东风导弹涉物案的时候 就发现了原来是一个有份研究导弹的专家 就被台湾省的情报局收卖了 那透过金钱的理由 就致使到那位专家出卖了国家的 那这一个25仔 就在2005年的时候就下网了 而这次试射的东风31ag的这支导弹 它首次亮相的时候就是2017年 当时在一个展览上来到亮相 虽然亮相之前 我们已经研发了这支导弹出来 但是当那个25仔在2005年被人拘捕的时候 断股都没有这个东风31ag型的 所以当年东风导弹涉物案所洩出的内容 应该就包含不了这个东风31ag型的 所以当美国他们如果知道 我们试射的导弹型号是东风家族里面的31型 虽然是改良版 但是达到12000公里的这个射程 都是非常令他们坐立不安的 而且这次试射也证明了我们中国的弹道导弹 不止是可以突破第一岛链 是连第二岛链都突破了 因为无论美关的基地 在这个关岛也好 夏威夷也好 我们东风导弹一样打到 所以今次的试射也是告诉美国人知道 我们解放军在阅兵时候剪出的武器 不是用来摆的 是真的可以有实战的用途 另外我们的导弹技术 又不是普通的导弹技术 而是可以在原本的飞行轨道之中 来作出变轨 而且这个东风31AG 也可以攜带6至9枚核弹头 再加上飞行速度超过20马克 所以就算我们将全射程给美国看 或者将来真的要开战的时候 你猜到我们想打理哪个城市的话 也不容易去拦截到 而另外由于今次解放军试射了 这个洲际的弹道导弹 台湾省方面就有走出来 认死认辟 又说全程可以掌握我们解放军的动态 他们那些什么军事专家 还猜错了弹道导弹的型号 如果你说你好像我们这样 在网上做下节目 猜错了也情有可原 但是若然说到是军事专家猜错了的话 还说到自己台湾省可以掌握了这个导弹的状态 但是台湾省连自己的卫星也没有凹 所以真的只有一个笑词 台湾省你们不用这么激动 这支导弹说明是洲际弹道导弹 为什么要叫洲际呢? 因为它射程很远 可以跨越洲至洲之间来打击 譬如说亚洲可以打到美洲 或者亚洲可以打到欧洲 这些才叫洲际导弹 对付台湾省 为什么用洲际导弹呢? 我们用散制飞弹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解放军试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台湾省是没有资格去害怕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最搞笑的就是日本仔 日本仔就说到 为什么中国你们不向我日本通报呢? 我不禁一问 日本我们试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关你事的吗? 我们无论是试射的地点 导弹轨迹的路径 甚至乎是打击的地点 都和你们日本相差十万八千里 如果这样都要告诉你们日本 那我大眼打个黑痴 又要不要跟你说呢? 不过日本是很搞笑的 不知是否刚好就遇着刚刚 我们试射导弹的9月25号早上 刚好日本的自卫队船隻 有历史性地通过我们的台湾海峡 现在说的是日本自卫队船隻 就不是以前侵华时期的日本皇军船隻 自卫队真的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台湾海峡 并且通过的时候就不仅是日本一家 还有澳洲和纽西兰 那好了 日本和澳洲 纽西兰在这个时候通过台湾海峡 去做什么呢? 其实他们就想来到我们南海 来做军演 其实都是美国指使的 咦? 美国和澳洲和纽西兰 没有告诉你们日本吗? 他们早就知道我们中国要试射导弹了 不如日本学习美国的另一只狗 菲律宾吧 因为我们今次试射的东风31AG导弹 它的飞行途径是经过菲律宾的呂送上空 很明显就是要看一看你眼眉 无一侮辱菲律宾 但是这个侮辱不是特意的 我们也是不小心侮辱你 我们既然是说明不针对任何国家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要针对美国 虽然我们知道美国是你背后的大佬 所以说到底我们这次的试射 也是对一些外国的无赖 肆无忌惮地在我们南海那里 打着一些自由航行的旗号 然后又搞一些军演来说 是一个有效的震慑 因为根据这个打击的距离 其实整个澳洲我们都可以复害到的 用东风系列的导弹 好了除了在亚洲这边之外 今次试射这个导弹 对于其他地方来说 例如中东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或者是对整个世界 大家知道现在近几年来说 两大冲突都还在打的 一个就是俄乌的冲突 一个就是巴尔的冲突 我们先说巴尔的冲突 以及一些中东的局势 近年我们中国因为我们的角力提升 在中东的一些和平进程 我们中国也有份参与的 例如在中东的某些国家和某些国家之间 我们当着一个调解员 一个和事佬的角色 促和劝谈 另外就是最近也发生了一支事件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也是报道过的 就是我们中国绝黎巴乱的一些维和部队 就受到了这个以色列军炸的伤害 那以色列是不是有心为之 我想大家都心中有数的了 这个叫做中东小霸王的以色列 他都恶惯的了 任何国家他都不放在眼内 而且维和部队的军营被炸 而维和部队被炸也不禁令我们想起一件伤心事 就是1999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那件事 那当时美国人是明替我们眼眉的 现在我们在中东动荡的局势当中 我们中国是发挥好一个大国的责任 去到速和劝谈 以色列就警告我们不要插手 那难道以色列是当了我们还是1999年的时候的中国 所以做和事佬的这个角色是非常需要去展示实力的 这几十年来我们都没试过全射程试一枝洲制弹道导弹 这一次的试射正是给以色列看 今时就不同往日了 如果现在你敢像当年美国那样炸我们的大使馆 或者炸我们任何中国驻外的部队 我们中国都是有实力去讨回公道的 那另外就是俄乌的战场 俄乌的战场我们中国一直都是在做速和劝谈的角色 而俄罗斯对西方世界的警告也是越来越高级别的 好像最近他们修改了用核武的政策 那普京就说了 如果任何国家提供一些导弹 让这个乌克兰去攻击俄罗斯本土的话 他们是有可能会动用核武的 虽然普京说得这么吓人 但是最近俄罗斯去到试射导弹就失败了 据民连发射井也炸了 那会不会因为这些事情 令到那些西方世界的国家 那些北弱的国家 当了俄罗斯是一只子老虎呢 可能他们分分钟在我心里想 你试射导弹都失败 炸了自己的地方 我用不怕你呢 因为俄罗斯一直都是这个世界上 供应核弹头最多的国家 如果根据这个核弹数量的话 世界上最多一定是俄罗斯和美国 第三才是我们中国的 不过虽然我们中国的数量 是跟俄罗斯或者美国差一段距离 我们只有几百枚的弹头 而美国和俄罗斯是几千枚 但是大家想想你有核弹头 你也要有合适的发射工具 去搭载这些核弹头 所以导弹打击这家东西 贵精不贵多 今次我们的全射程试射 不只是试射了那么远的距离 有万二公里 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打击的目标 跟我们导弹的落点相差是非常之近 可以说到是打击精度算准的了 可能有些朋友在这个时候会问 俄罗斯试射失败 现在我们中国来到试射成功 我们会不会被俄罗斯觉得 我们是故意落他面呢 非也非也 其实俄罗斯早就说了 跟我们中国是不需要有军事结盟的关系的 我们是不用结盟的 这个说法大家可以意会下背后的意思 就好像我们说到 我们今次的导弹试射 是不针对任何国家任何人一样 但是俄罗斯要面对北约的抗战 我们中国也要面对北约的抗战 因为北约是准备抗战到东亚的 另外俄罗斯有很多的利益 都是跟我们中国挂钩的 例如俄罗斯要开发的北极航道 那我们中国也有份是受益者 而俄罗斯要面对的可能就是 北极现在大家都在争论 如果俄罗斯争输了 或者被西方世界拖到俄罗斯解体 又或者叫做 极小地缩小俄罗斯的实力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 都未必是好事 所以我们和俄罗斯作为美国眼中的 敌对阵营来说 我们的试射成功 也可以震慑到俄罗斯的敌人 因为一旦俄罗斯没有了 我们中国就会成为 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 还有在地理上 我们也没有缓冲位 所以俄罗斯就是我们 和西方世界的缓冲 还有我们可以想得天花浓缝一点 现在虽然说到 俄罗斯试射导弹方面 就是失败 或者他们的导弹技术 今天已经比我们中国超过了 但是我们中国在明面上 我们不会将这些洲际导弹 卖给俄罗斯 但是大家如果有读过 抗美援朝的历史的话 也有听过一些传闻 就说到以前抗美援朝的时候 我们中国自己是生产不了飞机的 而在那个时候 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 进到朝鲜打这场仗 当年的苏联 是援助了很多米格战机 给我们中国的空军使用 但是由于当年的中国空军 不像现在这么精锐 所以那些米格战机 我们未必够人去开 甚至乎是不适用 据闻就是当年很多苏联的空军 穿着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制服 来驾驶那些米格战斗机 在这个朝鲜的战场上 形成一条米格走廊 那将来会不会 很多中国的导弹发射车 是黏着俄罗斯导弹发射车的标志 去到俄罗斯那里发射导弹 向这个美国的本土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总括来说 这次我们试射这个洲制弹道导弹 的而且可以让世界上的国家看到 我们中国不是一只子老虎 我们是有实力不受任何国家的欺负 亦都有实力充当起这个世界和是老的角色 所以这次的试射 亦都给到那些好看我们中国头的国家 他们很大的信心 埋我们中国堆 所以我们能保护你的 兼且不要像美国那样 食人不吝光 那好了 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就支持我们香港青年频道 拜拜 现在我就讲解一下我们488元的洗牙团 当中的行程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的出发地点 就位处于这个深圳罗湖口岸旁边的华侨酒店 在这个两天一夜的洗牙团的第一天 我们在华侨酒店那里集合 然后我们就搭车出发去东莞了 去到东莞我们首先就享用午餐 午餐就是这个红葱头临鸡宴 吃完午餐 我们就会去参观一条明朝时候的古村 名叫做西溪古村 这里是保留有很完整的岭南文化的建筑 参观完古村之后 我们就会去参观这个寮布豆漿厂 去到感受一下 源自于三千年前的古法釀製技术 而寮布豆漿厂所出产的豆漿 也是列入了东莞的非为食物之一 我们完成了哭的行程 就会去吃晚餐 晚餐就有这个东莞池名的萧鸭宴 吃完就会入住东莞 很出名的五星级酒店 绘画国际酒店 到第二天 我们还可以在绘画国际酒店 享用这个自助早餐 享用完自助早餐 我们就会乘车回深圳 回到深圳 还有一餐有这个客家菜特色的午餐 吃完午餐 就到我们这个洗牙团的重头戏 免费洗牙活动了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我们今次的洗牙活动 并不是所有人都免费的 年龄只限定于40岁至79岁之间 如果你未达到40岁的话 洗牙就需要自费了 而这个免费洗牙活动 亦都是每位旅客半年只可以参加一次 大概这个行程 到晚上6点左右 我们就会 沿车回到这个罗湖口岸 大家就愉快地 结束这个洗牙团的行程 如果各位有兴趣报名的朋友 就记住小明的电话 6157 0754 所有关于这个洗牙团的详情 或者是报名方法 大家就找小明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